作秀教父庄志願結束六屆奧運最後一五 回到高雄市長陳其邁親自來迎接老將回家 還送上蘋果禮盒 希望庄志願除了有柚子徒弟高成瑞 未來還能組成水果戰隊 還有西瓜 還有法案都是一些台灣的名產 希望可以讓大家知道台灣農產的厲害 修館裡面繼續去帶小孩子教他們 希望他們看能不能趕上2028奧運 而柚子與老莊師傅最近成為爆紅話題 庄志願在場邊指導高成瑞的畫面 還被做成各種梗圖 網友實在太好奇 庄志願到底說了什麼 不然心心念念的還是桌球戰術啦 老將庄志願拼搏奧運從來不放棄 就算走下舞台下一步依然是桌球 教練是興趣 然後其他事情都會多方便嘗試啦 未來有機會是當然不是理事長啦 就是有需要幫忙或可以推動的這方面 當然都可以去聊看看去了解一下 他那種在球場上這種拼搏感染的很多人 希望說下次上天對他好一點 庄志願沒能拿下獎牌 但他努力不懈的拼佔充分體現了 台灣人的精神感動全國人 近期文圈您謝嘉玲財報報導